好,影片上传好之后,我们现在就直接在影片这边做一点编辑 所以你把影片打开,在左边这边会有一个字幕 在这里我们直接新增你刚刚的修好的字幕档 所以我们直接上传影片,上传档案包含时间码的字幕 刚刚是数位红外线输入开启 那他就会把这个,一样按照时间把它读取进来 那你可以检查一下 这是红外线感测器 上面这个是Google帮你做的字幕 下面这个是你原先影片内签的字幕 如果看一下大概没问题 直接发布就可以了 发布之后呢 你这个影片其实就已经 除了那个本身内含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红外线感测器 这个是影片本身内含的字幕 影片本身内含的字幕 然后呢 如果你想看Google帮你翻的字幕 因为影片提供给你内签的字幕 它是不能做翻译的 但是如果你想看Google帮你翻译成别的国家的字幕 那你这边Google有提供一个字幕功能 你可以把它打开 它会多一条 那这一条就是Google的翻译 那如果你不要中文你想 比如说我去其他语系的国家进行教学 那我就可以再按一下齿轮 设定这边 这边会有自动翻译 字幕这里 请你点选一下然后选自动翻译 那看你要翻译成哪一个国家的文字 比如说我们把它翻成英文 它就会自动帮你翻译成英文 所以你再播一下看看 那就会有英文 Google帮你翻好的英文 这样子就会有万国语言 都会是属于输入 所以我们在上字幕的时候 如果你是在威力导演里面 签入的那个是影片的字幕 那个就不能改 但是如果你是在YouTube里面 上上去的字幕 那它就会帮你产生万国语言